Let's go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般来说 我们自己居住的小区工业物业公司 大都登记了业主的车牌号以及联系方式 所以有事实 物业都会及时联系车主 而在路边临时停靠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留下一个挪车的联系方式 很容易造成他人的不便 比如停车不谨慎堵住了窄道 导致里面的车辆无法出去 外面的车辆也无法进入的情况时有发生 但是在留下这些联系方式时 我们没有想到它居然能够被不法之徒偷偷利用 从而危害到我们自身的安全 我们都知道 很多公司出于推销的需要 对于客户的联系方式需求量比较大 这就催生了一批提供他人联系方式的黑色产业链 很多车主在车上留下挪车电话不久之后 就会收到一些车辆保险 产品推销的电话 这时候肯定会很疑惑 自己的信息是如何被泄露出去的呢 这其实就是你在爱车中留下的挪车热线 被一些超号组利用了 我们经常能看见路上有些人 站在别人的车内瞅来瞅去 有时还会拿起支笔或者手机记录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这就是商品营销的黑色产业链诞生的新职业 超号组 他们专门贩卖他人的联系方式等信息 以此盈利 很多车主在热心留下了挪车电话之后 却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盯上 请则收到各类推销 宣传的骚扰电话 众则遭遇电信诈骗事件 这些情况往往都会令车主们遭遇很多麻烦 甚至蒙受经济损失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建议车主 不要在爱车上留挪车电话了 小编也再次真诚的建议各位车主 不要再在爱车中留挪车电话了 在这个信息时代 我们更要努力保障自身的隐私安全 个人联系方式绝不能轻易被他人利用 成为自身危险的温床 大家平时会在爱车中留下联系方式吗 欢迎和小编一起探讨